文古至今小人物品读中华大历史 欢迎收看本期大历史小人物 古代的太监都是在皇权的逼迫下产生的吗 不 很多太监啊都是自愿净身进宫的 这些人大部分是家境贫寒没有出路 净身进宫还能有一线生机 而且有赵高魏忠贤等等 掌握了朝政大权呼风唤雨的太监辉煌案例 更是坚定了后来的贫寒子弟入宫的决心 中国最后一位太监孙耀廷 就是这样一个自愿净身的穷人子弟 他一共有四个兄弟 家中没有稳定的生计来源 靠着父母给村中私塾先生做工 才让这家子人得以生存 但是当时时代动荡 教书先生也没能够在乱世下安身立命 于是这一家人失去了生活来源 迫于无奈之下 孙家想出了送一个儿子去当太监养家的办法 大儿子已经有能力挣钱了 两个小儿子又太小 就只有这个没有什么劳动力 用年龄合适的二儿子能够进宫当太监 孙家当时已经穷到净身的钱都拿不出了 孙父在经过孙耀廷的同意之后 自己操刀动手 一刀切断 由于没有麻药 孙耀廷当时就疼得晕了过去 足足昏睡了五天 然而净身还不算不幸 等他醒过来之后 一个更大的噩耗在等着他 大清没了 当时已经成为了民国当政的时代 幸好当时溥仪还居住在紫禁城 并且大肆征兆宫女太监 于是孙耀廷这个新鲜出炉的太监 就派上了用场 多翻周折之后 还当上了皇后宛容的贴身太监 直到维满洲国彻底灭亡 新中国成立之后 孙耀廷既没有手艺 又不能娶妻生子 最后在广化寺了却了残生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的请点关注哦